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又可以见面 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 来反射 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你不断地保守看顾我们 主啊如今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 聆听你的话语 求圣灵用你的话语 充满我们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凡事经文来自于 诗篇第九篇 我们读第一到第十一节 我要一心 呈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 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至高职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 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 一见你的面 就跌倒 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 伸淹 为我变屈 你坐在宝座上 按公义审判 你曾赤子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涂抹他们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到了尽头 他们被毁坏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 连他们的名号 都归于无有 为耶和华 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 示摆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 判断万民 耶和华又要给 受欺压的人 坐高台 在患难的时候 坐高台 耶和华 认识你名的人 要依靠你 因你没有 你去 寻求你的人 应当各颂 居西安的耶和华 将他所行的 传扬在 众民中 今天我们要 思想的反思 主题是 赞美耶和华的公义 就业里 最著名的 股市之一 是 所罗门王 对两位 声称 生有同一个孩子的 妇女 进行审判 显然 这个案子是 不可能被 侦破的 如今 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 鸵羊 和糖和酸 坚定 轻松的解决 所罗门王 如何确定 婴儿的母亲呢 这个故事 传遍了 全世界 成为了 一个传奇 绝集太奇妙了 我们渴望 有一个 公正 诚实的法官 来改善 社会的 破败的 状况 这种渴望 将我们 带到 上帝的 面前 因为他 就是 宇宙 公正的 统治者 和 审判者 大卫王 以赞美 上帝 来开始 这首诗篇 他命令 我们 赞美 上帝 这首诗篇 送养 耶和华的名 他是一位 智慧 而 公正的 审判者 他拯救 他的子民 并 咒诅 邪恶的人 当我们 看到 上帝 作为 世界 审判者的 荣耀时 我们的心 就会 被激动 赞美他 我们 为什么 要 赞美 上帝 每个 赞美 都 必须 有 理由 当 我们 看到 婴儿的 小 手 指 时 也许 我们 会感到 喜爱 并说 这 形状 太完美了 当 经过 一家 面包店时 也许我们 会 对 我们的 配偶 说 哇 闻起来 真香 我们 自然会 赞美 我们 欣赏的 事物 上帝 是 宇宙中 最美丽 最有 吸引力 最迷人的 位格 意识到 上帝的 存在 会 感动 感动 我们 心 去 赞美 他 因此 赞美 和 华 的 命令 就是 打开 我们眼睛 的 命令 使我们 能够 认识到 上帝 的 真实 存在 并以 喜乐 来 回应 他 除非 我们 用 赞美 来 表达 否则 我们的 喜乐 是 不完整的 一个人 不想 但 美 上帝 的 唯一 原因 是 因为 不认识 他 诗篇 第九篇 九到十节 这里说 耶和华 又要 给受 欺压 的人 坐 高台 在 患难 的时候 坐 高台 耶和华 认识 你明 的人 要 依靠 你 因 你 没有 你去 行求 你的人 上帝 是 每个人 的 盼望 也是 弱子 的 帮助 他 看守 每一个 被打 受 欺压 的人 上帝 也 要 给 收 雇 在 最低 工资 的 工人 以及 先入 贫困 恶性 循环 的人 坐 高台 他没有 忘记 这个世界上 战争的 残酷 如果 他关心 所有的人 他也会 关心 那些 认识他 呼求 他名的 儿女 你 已经 寂寞 看看 耶和华 是谁吗 我们 祷告 主啊 我们 听了 你的话语 求求帮助 我们 在我们 每天的生活 我们 赞美 荣耀 你的名 谢谢 主耶稣 我们 祷告 感恩 奉靠 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